接下来带您来认识伊波拉病毒的感染途径和症状 目前伊波拉病毒在部分国家爆发 台南市政府为了让民众认识伊波拉病毒及相关卫教知识 特别于上周邀请台南医院感染科 邱军伟医师介绍伊波拉出血热 透过讲座邱医师以专业的医学角度 告诉我们如何落实防疫工作 基本上这个伊波拉感染症的话 它算是一个蛮致命的感染症 反正只要感染到它的病人 如果在两个礼拜内没有经过积极的治疗的话 大概死亡率有90%这样子 不过因为这个死亡率主要是都集中在西非方面做统计 大家也知道说那边的医疗其实目前不是那么的进步 而且有很多医护人员的话都要仰赖国外的医疗员来支援 所以这个统计数据的话 如果是这样一个病例的话 在西方国家甚至在台湾的话 我相信数据应该不会是这么的高这样子 那这样一个感染症的话呢 它的特色就是说呢 在初期的时候呢会有点像感冒症状 可是呢整个病程如果进展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呢 就开始会有一些拉肚子或者是肠胃道的症状 那紧接着呢就会全身出血到最后就是全身出血到死这样子 所以这个病症的话如果说能够早期发现的话 会希望能够在前面第一个礼拜呢就能够及早进到医院去做积极的治疗 在西非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之所以会死亡率高 是因为当地医疗不足 反观美国及西班牙的患者 在经过适当医疗后则有较高存活率 因此伊波拉病毒虽然没有特效药 但只要及早发现并且到医院做积极的治疗 就能有良好的治愈 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台南采访报导